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独 亲爱的朋友们好 我是淑婉 我们来看那道光 这是华尔街日报的国际版 大概镜头我们可能看到 这张照片很彩色 望向天空 这是在芬兰的天空 因为近期特别还有太阳风暴 在美国北部 很多地方也能够看见 像这样的一个极光风貌 我们就说这当然 提到了当中的太阳风暴的 例子的影响等等 其实在国际的局势上面 对于美国当前的情势来讲 也有不同风暴的影响 还有特别的是 当前在台贸易的关系上 持续也有一些话题受到注意 我们先做国际聚焦 当我们近期关注新闻话题 提到国际贸易的时候 中欧之间在关税的一个话题上面 就是最常出现的新闻了 今天看进展 关税争端 中欧其向 WTO告状 就是世贸组织 在这里呢 以及包括因为近期的 一来一往联合早报 一些新闻我们看 包括中国是对欧盟的 白蓝地实施反倾销措施 的这个部分的一个应对 在昨天的读报消息当中 我们也看到相关的比例数字 还有这个一边 这是观察者网说 中方出手后呢 欧盟竞先委屈上了 说也要上告WTO 无论如何呢 这件事情在当前的国际竞争的一个背景下 如果都上了WTO 接着就要来看世贸组织 这里会不会走到仲裁的这一段路的 但也显见 当今在各方面的 跟贸易公平性上头来讲呢 对于中方来说 他特别有条件 在这个地方要求公平对待 在欧盟这个内部啊 近期争议很大 特别是冯德兰上了之后 跟匈牙利的这个欧尔班之间 两边人互怼 听说言辞非常的激烈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金融时报的一个报道 弘德莱恩呢 对于匈牙利的总理欧尔班呢 直接把他扣上了许多的帽子 比如说他就是轻鹅挺鹅等等 所以两边有激烈的一个交锋 那总之都是因为乌克兰的立场 那在这个部分呢 已经包括这个激烈交锋的一个叙述 那对于匈牙利来讲 他近期批评欧盟的许多的决策 特别是对于俄罗斯来讲 你要限缩俄罗斯的能源进口 那么同时呢 对华的电动车以关税的方式 他也不赞同 而在能源上来讲 欧尔班是批评说欧盟呢 因为在乌克兰战争当中的立场 因为其实他们也有立场 然后要限缩俄罗斯的天然气能源之后呢 所以让欧洲的许多的国家 他们转向去跟美国啦 中东买一些更贵的液化天然气 这个部分他认为反而会造成 欧盟内部的一个经济困难的情势 雪上加霜 一来一往 也凸显当前的欧盟在内部 他们有许多在沟通的不易 分歧的加深 在美国这次大选的十月惊奇当中 还有天后抓不住管不了的天后 新岛日报怪兽飓风今天登陆 佛州下令590万人逃命 当中坦怕是市长急的 急到什么呢 千万别留 他说留下就死 而且这个部分包括明报有一个专题 说美大选观望十月惊奇 现在是拜登取消了一个外访应对 在过去美国大选的一个记录上 会发现如果来了非常重要的 这种飓风风暴的威胁 它对于投票率是会有影响的 他说像之前 他们就曾经在过去的一些记录中 因为你看特别在这一次 先前的一个海伦飓风所影响的地方 当上北卡乔治亚也都是游离州 这些游离州的影响稍微差一两个百分点 些微的差距就会影响美国大选 今年那个选情结果 特别如果说造成许多的人流离失所 那他怎么样回家投票呢 所以这个部分就被很看重 他们也举例我们看一个历史 2012年当时一个桑迪 飓风袭击美国的时候 当时时任总统奥巴马停下所有的竞选活动 就要赶去救灾 当时这个议题牵动了15%比例的 一个选民的心 当中最后有七成是支持奥巴马 显见这个联动关系 当时还有一个场景 时任纽约州的一个共和党籍的州长 克利斯蒂 他呢既然到机场去迎接奥巴马 所以形成了那种救灾的气势 反而变成变相助选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昨天看到德州的州长 佛州州长 这个共和党的德桑蒂斯 他这次反应很快 他就不愿意被误会是变相的去做助选 所以这次不愿意呢 跟拜登同台去勘灾 另外特朗普的这个事情 主要是这个消息 其实昨天外国媒体就有在报这本新书 这伍德沃德呢 他在美国算是一个很知名的记者 因为揭发水门案 当然是他与另外一位 他现在新书呢 这个战争 名字里面揭露出特朗普的一些事 说他在卸任总统之后呢 跟普京还有多次的电话沟通 甚至呢 是在美国在面对疫情资源匮乏的初期 他还呢 自己私底下给了很多的检测包给普京 普京还要他说这件事情呢 别说出去等等 当然了 这个特朗普呢 所以这些消息就呈现了 他书中当中部分已曝光的这个报道 那包括还有就特朗普呢 在这个时候自曝说自己乘访加杀 却遭传媒质疑 因为主要呢 是他提不出来具体的一个证据等等 但是这些事情呢 都是舆情上看起来是造成 特朗普的一个负面的情况 而特朗普的阵营呢 认为新书里面的内容呢 全部都是胡瞎乱说的 但显见哦 这个特别在大选之前呢 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消息呢 各自影响不同的哈里斯跟特朗普等等 在这个部分金融时报也提到 在通胀的问题 其实比较对美国选民来讲 最直接的还是经济方面 虽然近期看起来 美国的经济数据是非常强劲的 不过他这里举了一个例子 像在那个Michigan 他们会认为说 密歇根州的居民会认为说 实际上他们是一个绝对物价 看起来经济数据好像是不错 可是他们觉得他们买东西还是贵 所以在人民的生活实际感这个部分 跟不上这个民主党政策当中的 那种比较光亮的情况 纽约时报呢 还有不过还有看到 就哈里斯他的募款能力 其实速度很快 在很短的时间内 现在已经超过10亿美元 当然过去呢 这些候选人们都能够争取到这么多 但他的时间速度很快 不过我们看到他这么厉害的 一个吸睛的爆发力 不过会被财大气出呢 是否就能够验证 他一定选得赢呢 这当然由来后续的验证了 不过在这次美国大选当中 我们会发觉声誉权 成了一个文化论战 你看市管应成另一战线 保守州份是收紧归线 以及《明报》这里也看 现在打多胎全排抢票 虽然看起来特朗普挨打 他的标题这么写 但是他在内文当中认为 这个部分的影响性 可能不一定很大 因为当你去讨论到 关键的细节 要不要设限的时候 彼此之间都有一些保留的说法 但是从这样的一个议题 不断地要入公众的眼帘 这也是显见 今年美国大选当中 我们刚刚提到 他在文化当中思考上的一个挣扎 特别对于生育权 这个部分是个话题 《南华早报》今天一篇评论 他说意思是说民调之后 似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这主要是讲的美国大选 不过他内文看的更多的是 接续的中美关系 认为不论是特朗普也好 或者是哈底斯的当选也好 接下来中美之间 可能会进入一个比较长期的 试图求再平衡的一个状态 而在这个部分的一个策略 仍旧可能会取决于 大家在一些科技技术上面的发展 这个部分会取决政治地缘政治的 一个新态势 但他内文很长 大家自己有兴趣可以另外再看 纽约时报跟联合报 我们主要看到的是 50天以来 内塔尼亚胡跟拜登 他们做直接的通话了 但是他们在通话的时候 也正值中东现在 这种全面战争的威胁加深 还有包括到底是不要对 伊朗采取报复性手段 到底界限在哪里等等之类 但是美国媒体看的 是说内塔尼亚胡闲见 美国现在对于拜登政府 对于内塔尼亚胡的信任度降低 所以之前一直希望和比较温和的 以色列防长加兰特直接对话 但是加兰特的美国之行 被内塔尼亚胡给喊停了 这一波的情况险见 仍旧是还无明显的一个解药 于是颁导有一个分析 说拜登政府是在寻求缓和局势 还是在推动中东战争 这个部分金融时报跟民报的标题 主要也是延续刚才 这是一系列的 都是有关于关注拜登跟内塔尼亚胡 通电话的内容等等 但这个部分 因为拜登他也取决于民主党 他的一个核心政策 所以他无论如何对以色列 即便是对内塔尼亚胡政府的分歧疑虑 他还是不得不支持以色列 但显见当前的美国情况 他在中东影响力的 自己的边界的范围问题 他到底是在寻求缓和 还是在寻求推动 但答案是他或许缓和不了 也推动不了 所以在这块部分 张解提了尚无解药 这个部分就昨天延续了 以称政治党接班人被击毙 昨天我们已经看到了 他这里是说不止纳斯鲁拉 纳斯鲁拉的接班人 还有他们的再接班人 照片中的这一位 是萨菲丁 他是纳斯鲁拉的堂兄弟 因为他从4号以后 就没有他的消息了 所以引起了各种不同的揣测 同时金融时报呢 今天有个很大的专题 看起来以色列的军方 在黎巴嫩呢 他有所推进 但是他许多一个战略的迷雾 持续的笼罩 那也增加了国际当中 更多怀疑的视野 接续我们做国际速报 这个许多北约国家闭门会 反对乌克兰入盟 这个主要是说 这是主要是匈牙利的媒体所报的 匈牙利媒体所报的 他核心的认为说 因为如果比较现实 你让乌克兰加入北约 可能就会引起 俄罗斯比较大的一个反应 另外泽连斯基受挫 说拜登因巨风轻袭 推迟附得乌克兰峰会确定延期 但乌克兰峰会此时成立的 这个实际的意义呢 也比较微弱 金融时报这里提呢 说乌克兰现在可能要改变 取消他们无人机出口的限制 人就是这主要也是为了 他们的生存性 生存性在未来在想 另外这是华尔街日报 在美国港口劳资 双方就自动化 争执不下 而这个主要是码头工人 反对自动化 因为自动化呢 就会创造新岗位 人力配置也不同 这个争议呢 再次让大家看到 在于思考这个AI 还有更多的自动化 对这样的一个产业 所带来的影响层面 来我们看波音 波音也是劳资谈判破裂 不愿意让员工加薪 所以他现在 因为间接影响 他整个财务的情况 标普就把它列为 负面观察名单 美国司法部 说考虑要求法官呢 要分拆谷歌的这个业务 因为认为呢 它是部分的垄断 这科技巨头啊 再一次能面临到 美国司法部的这种冲撞 我相信这个科技巨头 在一定啊 像是谷歌这个 具有引领性的 一个案子的作用情况下的 两边的这个争议 一定会加深 在这个 昨天我们看的是物理学奖 跟AI有关嘛 今天看到的是化学 这个阿发沟之父 跟两学者或化学诺奖 当中呢 跟AI也有关系 主要是他们能够破解 蛋白质的结构密码 它可以做一些 甚至可以新设计一些 蛋白质的结构体 英国外相说 下周访华谋改善关系 新岛日报的消息 还有路透社 明报提 那这个部分呢 关心的是贸易投资谈判的 恢复等等 还有希望能够纠正 前朝政府对华策略的 一个错误 除了外相之外 听说英国的财相 也有希望来 不过核心是什么呢 核心是现在的工党 斯塔末的政府 近期民调太低 他又要去救英国的经济 所以对华贸易 他终于是不是 我们都希望 他能够更多的 务实的看待 朝鲜正式宣布了 从今天开始 要切断连接 韩国的公路铁路 要做什么呢 国境要塞化工作 这个部分呢 据说他也有跟 这个美国 这个有先打个招呼 说主要是因为 他建起这个防 这个防线 要把它扎盖起来 是因为韩国呢 常在边境的地方 去做很多的演习 他们也担心擦枪走火 所以还特别跟美国 先说了一下 在日本的一个正行动态 是破冒急速解散众议院 所以日本的27号呢 就做了一个提前选举 他现在呢 内部还有一些 重量级的人物 说因为新旧交替 退出政坛 日本的政坛情势 看来现在还没稳定 这个是 阿根廷啊 他现在呢 是认为说这个货币 因为他就通膨过去 12个月以来 天哪 这个涨了 物价涨了237% 所以他现在在货币上面呢 还不敢松绑 今天这个消息 我们看看啊 香港商报网 是老挝建国阵线中央主席 辛拉冯库派吞 他希望2025年 第十届南海佛教园桌会 在老挝举办 照片中右边的这一位呢 就是库派吞 而左边的这一位呢 是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 应顺大法师 我们知道今年一带一路的建设 特别在中老铁路的建设上 除了呢 在这个部分看到的是基础设施 人文的交流亦显重要 佛教是中国文化载体 是重要的载体之一 大家也乐见呢 这方面的一个交流 促进大家心里面呢 更贴近 因为佛教呢 在老挝也是非常重要的存在 那么大家更多的一个包容性 更多的一个理解 欢喜自在 中华聚焦 财政部周六 周六就本周六啊 要开启的招待会 料值两万亿正式 大行估置换地方债 直接刺激消费 华尔街日报的中文版呢 也提 这个当然了 对于市场来讲 各方关注 接下来的这个政策的一种 一种延续性 而信报今天呢 云天佑的新闻点评说 从三场记者会看旧事轨迹 这里呢 它主要是近期 我们又注意到 9月25号的时候 一些监管的这个巨头啊 齐聚开的那一场记者会 让后来的股市 哇 开始受到了激励 蹭蹭蹭地往上涨 然后日前呢 发改委的记者会呢 则是呢 提出了一些比较理性跟稳 这个字啊 很重要 还有当然呢 投资资本这块呢 是比较一个重心 但是接下来说 国新办周六的这个记者会呢 可能呢 大家又升高了一些期待 所以在他前面当中来讲 因为中国的货币政策 到目前为止所执行的呢 在许多市场分析来说呢 都说已经这个招数 已经是人质易尽了 说接下来是要由财政政策发力 所以认为呢 接续财政部是这一轮 救市的一个主力军 所以让说这个全民都期待 那个主角登场 在这个时候来看股市啊 都说了 在股市这块部分呢 到底它是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牛市呢 但是呢 十连升之后 说新报的标题 十连升啊 A股十连升后 断览声势卸8% 以及明报看到 在香港港股啊 这个部分的一个变动啊 而金融时报呢 这一篇的一个观察呢 说这个投资者市场 对于股市这个部分 因为股市有的时候呢 它速度太快了啊 可是呢 在这一篇分析当中呢 它的最后呢 却是把落点落在了 北京当前的一个政策思考上 认为呢 这一波还是有一个大的局势 因为股民的期盼 当然是比较现实嘛 比较直观一点 但是因为接下来 还有个大局 在他们的分析当中 这个大局 就是美国大选之后的 一些情况 认为中国现在财政政策呢 开始他们开始肯定说 其实有很多 它是一个稳健的一个出手 因为所有的事情 你都要未雨绸缪 也要留着一些资本啊 还有这一些力量呢 在应对之后的一些情况啊 还有就经济火种点燃 改革更要落实 这旺报的消息 以及经济时报 巡抚闪电牛 验收金融改革 就是主要是这一波的 一个经济情况啊 这边也提 他说现在呢 大家要看呢 这个史无前例 这个股市啊 这样当前的这整个局势 也是史无前例 你要驾驭好的话 要依赖调控艺术 和各部门政策的协调性 那所以呢 这个对于当前的情况来讲 也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局势 那么财政的大门呢 会被再打的 开的再开大一点 它的方向等等呢 是市场跟经济这方面 关注的一个话题 房产楼市上 我们来看看 文汇报 两部门扩大白名单 确保合规房地产项目呢 应尽尽尽 包括联合早报也注意到 因为房地产白名单的覆盖范围呢 要求扩大 当然要拼保交房 这两大部门指的是 住建部和金融监管局 他们开了一个联合会议 但这个部分呢 还是要看到 因为它内地 像有些建筑工程的 欠款的一个问题 所以在资金的来源 上头保交楼的这一块呢 也是持续 有受到的一些话题的注意 而再来两岸的情势上 今天呢 在这个双十日 台湾这一头呢 赖金德会说什么话 在媒体的探讨上来看 中国时报陆呛美 以台制华会 自食恶国 以及国防部促美改变 在台湾问题上 两面派做法 新岛国台办批赖金德 台独名玩不化 认为今天的演讲呢 可能会廖延续 他的一个新两国论 我们先看 我们看他后面 是不是有一个 那我们这边先讲 最近呢 因为这个时间点上 赖金德他接着会说什么话 还有之前 他争议的论调出来之后 国台办不是提了吗 说那个台独谬论 台独怪谈等等 那么在今天这个日子 他的演讲当中的方向 其实台湾媒体呢 有些抢先曝光啊 认为说他可能要跨越 跨这个字呢 成为他的一个核心 但是你要跨越什么呢 你跨不过 你不面对 不承认九二共识上的两岸讲局 无论他怎么跨越 而在这个当头 大家注意到美方的态度 认为美方的动作呢 是压抑赖金德的这个部分 因为包括呢 美国国务院的 亚太副助卿康达 也被媒体问到 你看最近 这个援助美台军援的 这个问题 但他就提出了 重申什么呢 他重申美国立国政策 也重申了台海稳定 符合美国利益 所以他们认为说 美国啊 这一番话呢 就是模糊的一个战略的同时 也想要压制一下 所以呢 这个中国国防部 这个吴谦在发言说 就提好说 这个要美国 不要有两面的做法 所以呢 在这个部分 那今天的情况 马英九 据出席 这个庆祝活动 为什么呢 就批他的新两国论的这个问题 同时呢 这个柯文哲被积压嘛 就韩国瑜还特别帮他留了一个位置 民众党表示感谢 看来大家私底下呢 还是得互助合作的默契 还有这个韩国瑜的一番谈话 说判赖清德冻结台独党纲等等 马英九的不出席 这个部分呢 他认为 他赖清德 他呼吁赖清德 不要因为个人错误的意识形态 将台湾陷于危险 这个是对不起台湾人民 同时呢 也是不配他现在的这个位置 所以他缺席了 在这个话题的同时 看到这就刚刚前面提世界新闻网 就是康达 当台湾的媒体注意到美方的一个动态的时候呢 其实今天有很多的新闻 看到是就是我们刚提康达的话 说别伤美利益 台不可当麻烦制造者 所以呢台湾有学者解读 美国就暗示赖政府要知分寸 以及还有一个观察站 说美方潜台词呢 就是要台湾误破坏现状 所以之前我们说了嘛 对于美国来讲 他一定是美国利益为优先 所以你要思考的是 你当前的这个情势 你到底自己站在哪里 这个调查呢 也是在这个时间点上 我们看到这个台湾哪里做的民调呢 是有一个有关于军事安全的研究员 所做的民调 我们看标题 美智库民调 是过半美国人支持台湾维持现状 这个是在美国的民调 而在台湾内部的这个民调说 有52.6%的台人 相信美军会协防台湾 以及包括六成台湾人认为 这个五年内啊 认为北京不会犯台 然后而且超过半数 相信美军会持援 我们发觉一个民调有不同的解读 核心是什么呢 核心是呢 这个大部分在台湾的民调当中认为 认为说美军会援台的这个比例呢 是大概五成左右 五成二啊 我们看到这个数字 而在当中呢 其实如果认为美军是否会直接军事介入台海 这个部分变得很保留 显见呢 这个就是美国长期以来 在这个地方那个模糊策略的影响 接续呢 我们要做这个中华速报 速报来看中时新闻网跟明报 主要是一个网站上面的这个卫星图 说辽宁舰山东舰双航母舶三亚军港专家 撂码头核链 而在台湾的媒体说 有前舰长一看港口空拍图惊呆 这个网路图上呢 在码头下方的是辽宁舰 上方的这是山东舰 有专家就显示说啊 这个近期这整个情势代表中国海军双航母战斗群 即将成行 彰显实力 广州试囚刀席小学生 三人受伤 嫌犯被捕 这个事情呢 主要他之前呢 入肩是因为情感纠纷 当然这件事情呢 后续呢 现在也寻现调查当中 这个学童的安全呢 也现在都是话题 更受关注 要提醒家长带孩子上学的时候 注意安全 这报东西 明报上海小四生竞选短片走红 争少先队大队长 惹内卷低龄化争议 这个选少先队 这个短片当中是显示说 这个孩子呢 对自己的表现很有自信 包括自己现在当前 还有拍摄影片的方式呢 也很专业 所以引起网络上面 有不同的一个话题 当然我们说 任何事情只要放上网 引起了话题 各样的一个讨论都有 但核心是呢 这个孩子呢 他的一个自信的展现 还有接训呢 家长呢 是否能够帮助孩子 不要太多的受到网上言论的 一个负情绪的影响 多一些正能量思考 孩子发展好 值得鼓励 但是这件事情 为什么会成为一个话题 主要是因为 大家觉得内卷低龄化的 这个争议 是否要值得反思 明报 新岛日报 就是哀劳山 哇 在国庆期间呢 也是一个热点 主要是因为 有些人闯入了 没有开放的地方 我们看 独闯哀劳山保护区 露营女博主 被调查盗窃 其实在哀劳山 我们看到网络上 大家说一些 没开放的地方 可能有很多神秘感 吸引着大家 但是违背呢 保护区的一个管理 主要是为了人身安全 所以这件事情 后续呢 还要究责 另外这个信报 我们来看反电骗警 昆明机场敲诈买烟钱 而这主要呢 是在昆明的长水机场 出境有网民说 接受海关安检的时候啊 被湖南警察询问 你国庆期间出境 有没有报备啊 而且要收一百块钱 说是要给领导的买烟钱 这个事情很快 查证了之后公告 官方说涉事的民警呢 确实有其人 也确实被派去做 这个职 执行他的勤务 但是他收受的个人金钱 这个事情是他私人的行为 所以他现在已经 把他停职了 后续绝合中 人口啊 这个台湾总人口约 两千三百四十万 说今年持续减少 总人口是负成长 而且今年是龙年 龙年的情况呢 在台湾也没有出现生育潮 这个在香港发生 信报跟新岛日报 这主要呢 是在这个药庄店当中 我们看到 药庄店当中 你怀疑被偷东西 还被保安库紧 拖了五十米 事后发觉找错人了 道歉 涉事的人也被解雇 但是这件事情 也让大家看到一些争议 怀疑说这些保安生 每次抓到贼 那就有奖金 在大学的调查 主要是校园七零的问题 说小五小六生 最严重生命价值感新低 这个是我们达人的责任 谢谢大家